新人偶像男团TimeZ 自去年10月18号成军在韩国出道以来 发展势头良好 五一假期来临 他们并没有为自己放假 而是加班加点进行新专辑 偶像万万岁的巡回签售 在29号北京举办的全国签售会上 几位男孩青春洋溢的气息吸引了 众多粉丝到场 现场TimeZ给粉丝们献唱了 同名主打歌偶像万万岁 进歌热舞回馈歌迷 优酷娱乐播报北京报道